年底下落,各地金融企業的營養店中都有大量的资金流動 民眾也會拿領大量的現金,先為派人集結的目標 為了方法民眾也支持金融企業的所在受到欽海 中華分教今天的基盤金融企業的方向和藍澤微博演練 來強化金融企業的完工和警察的應變能力 這次演練是由派人集結的故事的警察座 藍澤合分別拿著槍音拿來手編,並且與憲坑發生衝突 憲坑和憲坑發生衝突 憲坑! 不放下水! 你為什麼經歷? 你為什麼要抬旗子? 只要被借錢而已 我就是要看人家留肥意的 歹徒拿到現金準備離開,走到門口看見 嘿嘿! 阿達! 不要動! 這是中環境婚教為主要跟省環境接到保安時的歡迎 今天特別來基盤金融機構風手跟藍燭為保安倫 共鴻表示 存在期間 領域的民眾比較多 金融機構的現金交友量比較大 常常有派人賺這個機會 找手機的目標 共鴻對這段案件方法非常重視 所以特別在存在之前 基盤風手跟藍燭為保安倫 建理年關將近 因為金融機構有大量的現金流 容易引起歹徒的距離 那最後面我們為了房子 搶奪強盜案件的發生 所以說我們這次在中國信託狀況分行 舉辦一個房牆的演練 還有攔截圍捕 那這一部分 這次是由歹徒是穿著救世的警察制服 來假扮歹徒刑牆 造成保全人員的誤會 而只保全人員返遭制服 那在我們的行員 還有我們警方的積極合作之下 將黨徒繩之以法 那這一部分 我們要先宣導一下 警察的制服在4月18號已經換新的制服了 如果說有發現 舊的制服 我們要將它的特徵 還有那個車號 還有陶藝的路線寄下來 向警方來報案 那另外再提醒各位 如果說在年關你有大批要提醒的現金 最好是那能有親人的陪同 或是用轉帳的方式 或是向警察來請求那個護鈔 以保障民眾的財產的安全 警方除了護鈔民眾 而要運用大量的現金 請盡量使用火燃的方式處理 也只是有親友 董事 不會同志客去領錢 並且可以隨時向當地的警察機關 申請保護來看不安全 若是剛到手夾的案件 馬上去車牌購買 跟派人搭照的路線 連樓卡一起控補案 讓警方可以在上帝的時間來 中壞人抓到 警方達到共同打擊犯罪 新中華新聞 北平林中華 蔡鳳伯德